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集跟大家讲,恶功罪名重演,文革妖务又来,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修订,公开征求民众意见, 结果就引起了民间强烈的反响和批评,为何呢?原因就是这个所谓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刀中的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 就是说明要对那些所谓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依着, 和言论那些要加以情绪,拘留,罚款,这样, 好了,先讲这个依着,那你其实来说,因为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华民族的感情,这些是抽象的东西,可以说见仁见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宗教信仰等等, 等等,他们对那个精神,感情那些,他们有他们的理解,即使是对所谓的精神,感情某个概念去认同, 但是在诠释方面,也都有不同的观点与角度,尤其是怎样叫做有损呢?怎样叫做伤害呢? 这一样东西就很富于一个争论性,比如说所谓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衣着, 不久前,不久前,在内地苏州,有个女士在街上穿着和服来拍照,结果被警察拘留,罪名就是说她有损中华民族的精神,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非常之荒谬的,你不要说日本的和服是由唐朝中国的服装演变而成了, 好了,你现在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好,政界、商界、学界的人士也好,都很普遍穿西装打凌太, 西装打凌太这些东西就不是我们所谓的唐装,不是我们的中餐装的, 那这又是不是叫做有损中华民族的精神,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呢? 由这里引申,现在在中国大陆社会所惯用的革命啊,民主啊,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共产党啊,干部啊,哲学啊,经济啊,警察啊等等, 这些词汇啊,都是由一百年前开始呢,由日本里面引入来的,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本身固有的词汇来的, 但是现在里面呢,广泛使用,中央文件也好,政府文告也好,什么人民日报的社论也好,日常里面呢,干部政治学习也好, 都是用这些词汇,那是不是有损中华民族的感情,这个精神,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呢? 由此去引申下来,我们现在在家居,家居所用的,电视机啊,电话啊,手机啊,电灯啊,冷气机啊,抽气扇啊,洗衣机啊,等等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明,我们出街,去旅行,上班,或者是运输,所依赖的, 汽车啊,地下铁啊,火车啊,飞机啊,轮船这些东西,也是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发明,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用牛车,没有用马车,是吧?这些又叫做有损中华民族的精神, 啊,这个伤害中华民族的感情呢,这些所以呢,就是非常之荒谬的东西, 所以说,就是什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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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去伤害感情啊, 这个,是不是,有损精神,这些东西呢,而加以去行政拘留处罚,这些东西呢, 我说,说到言论,更加言妙,是吧,所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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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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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椒这个,这个,这个care者说 李承曼集團發動了侵朝戰爭,而事實是蘇聯瓦解之後的檔案解密出來很清楚 朝鮮戰爭是當時北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在斯大林的支持下 漢然在1950年6月25日對三八市以南發動武裝的進攻 企圖用武力統一招才判到,是這樣而爆發的 我們將歷史事實說出來的話,是不是又叫做有損中華民族的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呢? 又比如1958年的時候,當時浮誇風,成了風氣 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登出水稻某產6萬斤,水稻某產13萬斤 這些都是虛假消息,當時有些老農民就指出,水稻某產700斤已經很厲害了 這些某產6萬斤,某產13萬斤,完全是吹牛皮放大炮 那難道那些老農民,這樣的直言不諱 是不是又叫做有損中華民族的精神,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呢? 你又比如在1968年中共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宣佈定性 國家主席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公賊,永遠開除出黨 在那時也有些正直的黨內人士挺身而出,說劉少奇是老革命 對革命有很大貢獻,說他是叛徒這些純屬冤案 那這些當時的固執,反潮流精神,是不是又叫做有損中華民族的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呢? 又比如最近這五百多日以來,內地有很多的鵝粉 對所謂普京大帝搖旗喊雷鼓作威 但是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在四次特別大會的決議 都是去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 由烏克蘭撤軍,恢復烏克蘭的和平 如果我們有國內的同胞出來支持聯合國的決議 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侵略的正義鬥爭 這樣跟那堆的鵝粉完全是針鋒相對的 那是不是這些又是叫做有損中華民族的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呢? 所以這些東西將這個所謂的有損中華民族的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這些所謂依著言論 列為這個所謂的罪狀,加以這個行政的拘留和罰款 完全是缺乏一個科學性 當今的中國,我們要搞改革開放 要真真正正令我們的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我們當然要堅持這個改革開放 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它一定要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 即是說要強調目標公義和程序公義的有機統一 由這個人治變為法治 而法律制定也好,條款規定也好,一定要概念精準,界線清楚 在執行過程當中不可以有隨意性,有主觀性 這樣做才能夠令到這個社會認清什麼的罪與非罪的界線 政府官員要奉公守法,人民行眾也奉公守法 這樣這個社會才能夠長治久安 否則的話,如果一些惡法的出籠,造成所謂非法的法,無罪的罪 我們要走向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裏面,距離的目標只會背道而馳 多謝各位